我们继续给大家讲方法 但这个方法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之前给大家讲的都是单值类型 所谓的单值类型就意味着 我们当前给定的数据都是一个一个的值 那不管你是我们支付串 还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文件 还是我们的数字 它都是我们的什么一个单值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KV类型的数据 所以咱们接下来把这个咱们复制一下 那咱们想它咱们叫08 然后把这个我们想它咱们叫KV 咱们叫KV类型 所谓的KV类型就是箭直对 就是KV对就是这意思 这个咱们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提到过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 咱们叫它咱们叫KV类型 KV类型我们一般 一般表示为什么呢 就是圆主 咱们叫圆主 所谓的圆主 就是多个无关数据的组合 咱们就称之为叫圆主了 但是呢 KV类型一般我们称之为叫二圆主 所谓的二圆主 就是两个元素的组合 就叫二圆主 在Skala语言当中 小括号就表示圆主了 但是在Java当中就不是了 Java当中我们称之为叫Taple Taple Taple就叫圆主 但是你是二圆主 所以写个二就是两个元素的组合的意思 就是它 那你现在就要把它构建出来 所以给它来个New 然后呢 我们叫Taple Taple呢 记住啊 我们是有范形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想它 咱们就叫A 斗号 一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二圆主了 V2回车 也就意味着我构建了一个 那所以你构建了一个以后 它就是我们的二圆主 那我再来一个 我再写上一个它 我写上一个B 我再写上个2 我再来一个 我写上它 我们叫做C写上个3 你看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了 那我这么写完了以后 那我当前的这个地方 它 咱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变一变了 所以把它去掉 去掉以后 干什么呢 我这么写 咱们叫做我们的GSC 点 咱们叫Pyredolize 然后呢 在这erase 然后呢 把咱们当前 咱们叫A 斗号A1 咱们叫A2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 V2回车 回车以后 你会发现 当前就是Taple2的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 你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我点一下 叫V2回车 回车以后 那这个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RDD 就是它 好了 那我这么写完了以后 我想干什么呢 很简单 我想把当前 二元组当中的数据的 每一个 123 乘2 我该怎么做 同学们 大家想想 我现在想把我们的二元组当中的第二个元素 乘以2 返回 说的简单点 你原是A1 那现在我就想变成A2 那如果是B2 我就想变成B4 我是C3 我就想变成C6 我怎么做 怎么做 那很简单 你不就是想把它变成他吗 那咱们有个方法就能把A变成B 什么方法 是不是RDD.map Map Map方法 什么意思 Map方法 就是把你给我的值变成另外一个 那你给我的不就是Tuple吗 所以我写个T 叫Tuple 然后呢 我问同学们 我想变成什么 我是不是想变成一个新的元组啊 所以New 咱们叫Tuple2 然后呢 我们写上它 干嘛呢 写个 记住啊 这个空箭头 空箭头 就是我们的范形 它会依靠里面的值 来决定到底是什么范形 所以不写是可以的 那你不写可以的话 我刚才说过了 我的A就要变成A2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A变吗 A不变 那所以T 我怎么从原子中取出 它的第一个元素来的 应该用顺序号吧 所以T点下滑线1就行了 这就是我的那个Key了 但是我说过了 咱们的第二个值叫乘2啊 所以T点下滑线2 再乘2就行 所以你的这个代码 这么写就行了 写完了以后 点一下叫VR 别别VR了 直接来吧 咱们在这边直接来点一下 叫Collect 然后ForEach 然后我们去打印 所以啊 咱们现在就想实现我要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 运行以后 大家看啊 我们当前的这个操作的结果 跟我预想的是不是一样 好了 咱们来观察一下 哎 你看A2 B4和C6 就是我现在想的结果 所以它满足了我的要求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咱们这么理解是不对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么说 哎 老师不实现了吗 你这不就满足了我的要求吗 我告诉大家 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告诉大家 为什么咱们的KV 那就是我们那个RDD的处理数据 要分成单值和KV呢 这里咱们解释一下啊 咱们解释一下 我们的这个SparkRDD啊 来 它对什么呢 整体数据的这个处理啊 咱们就称之为 咱们叫做单值类型的数据 单值类型的数据处理 那就是对整体数据 我对这个整体 但是呢 我们再说一下 它如果对什么呢 我们的数据个体的处理啊 个体的数据处理就KV 咱们叫KV数据个体处理 就称之为叫KV类型的处理 说的简单点 什么叫KV数据的个体呢 就是说 它的K和V不是一回事 它不作为整体使用 咱们的整体使用 也说什么叫KV类型 就是说 你的K和这个V不是个整体 K是K V是V 但是大家看咱们当前这个代码 怎么了 你是不是把K和V当成整体来用了 为什么 你看这 这啥意思 这是不是T啊 这个T是不是就tuple 这个tuple就是整体 所以我们当前写的这个代码 根本就不是KV类型的处理 它还是单子类型 为啥呢 因为它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整体 所以这是A 这是A 这是A2 所以这个基督老同学们 它根本就不叫做KV类型 那所以KV类型是不是这么做的 那所以咱们来 咱们想它 咱们叫上面的代码 它不是对我们的KV类型的数据 它进行处理 还是咱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的单子类型处理 单子类型处理 你别误会 老师我用的不是tuple tuple不就是KV多吗 二元组就KV多吗 不是的 也说它是什么呢 是将我们的二元组 当成一个整体来使用了 来使用 所以这种方式就不能叫做KV类型 那怎么才能叫KV类型呢 来给大家看一看 把这个给它注掉 注掉 注掉以后就意味着数据还是这个数据 但是我不能把它当成整体了 所以咱们就来叫JSC 还是用Parallelize 但是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Parallelize 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跟上面这个方法 差了这么几个字母 叫Pairs 叫Pairs 那好 我们打开 打开以后吧 咱们在这里点开 点开 我们找一下咱们的百度翻译 咱们回车 回车以后 大家看啥意思 叫一对 对吧 它叫一对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翻译就告你了 我是对一对的数据做处理 你看就不一样 这个是对整体做处理 这是对一对数据做处理 所以说你把这个你放过来 你放到这 放到这以后 然后呢 你点一下VAR回车 回车以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当前的这个地方 咱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我写上它 咱们就叫做Street 然后呢 就把这个来写上它 咱们叫Integer 放过来 但是放过来以后 我看看咱们这个地方 我看看咱们这怎么好像它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呢 它好像这个地方 看看啊 它的这个T1和T2没有识别出来啊 行吧 先不管它吧 咱们就先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学校 学校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 大家分析一下 或者说咱们区分一下 区分以后 大家看一下咱们的事 这个叫什么呢 叫JavaRDD 这个叫什么呢 叫Java的PierRDD 啥意思同学们 说明你现在是对成对的数据做处理 而你上面这个是对整体做处理 它就不一样 最起码类它就不一样啊 类就不一样 方法名它也不一样 哎老师那我就不明白了 那你这个怎么体会说K和V 它不是个整体呢 所以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咱们叫PierRDD 咱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演示呢 大家一看这个方法名 大概能猜出来 点一下叫MapValues 啥意思 猜测一下 大家猜测一下 这个方法名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强调了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叫PierRDD 是把K和V当成了两部分一对 那这个你应该就能明白了吧 MapValues说明K不变吧 只对V做操作 所以给大家讲这个方法 咱们图图 咱们叫MapValues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干嘛呢 它只对我们的Value或者叫V 它进行处理 K是不做任何操作的 不做任何操作 说的简单点 我把K和V独立出来了 K是K V是V 那这样的话 我独立出来以后就好办了 那我独立出来以后 那不用说啊 你的V就是个一二三是个数字啊 所以我的Number 它写个箭头叫Number乘二 就行了 你这么写完以后就可以了 那好了 那这么写完了以后干嘛呢 我在这直接给它点一下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叫Collect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 咱们的这个For each 把这个给它来操作一下 好了 操作完成以后 我看这怎么写的 嗯 哦 它的这个地方也无所谓吧 那咱们也无所谓 我这个要给它转一下得了 因为咱们这个范形啊 它这个地方范形有点问题啊 给它来转一下 咱们的Object 嗯 给转一下 嗯 然后呢 我看看啊 哎 它这个地方啊 还有点问题啊 还有点问题 问题在于它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咱们给它来稍微转一下 咱们叫做Int吧 Inti 它等于我们的Integer啊 给它来个Number 嗯 然后呢 我们写上Return 咱们叫i乘二 啊 i乘二 把它放过去 啊 好了 等我这个代码写上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我前面没加范形 你没加范形的话 它这个没有约束 它会认为是Object的 但是咱们知道是个Number啊 所以呢 就导致我把它转一下 转完了以后 我再让它乘二就行了 那我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效果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直接运行一下 运行 运行以后 咱们来直接看啊 来观察一下 观察以后 大家看一看我们当前的结果 大家看对不对 A2 B4和C6吧 C就那个ABC 那个Key 我没有做任何操作 我只是对咱们的V做了操作 所以Key和V是分开来使用的 它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你们要体会一下KeyV类型的数据 到底体现了什么概念 哎呀老师 那不行啊 我当前我的数据 它就是123 或者说就是中范ABC 不是TOPO怎么办 所以咱们停一下